hello 大家好 你就说一下 把自己照顾好 怎么说呢 哎呀 其实有一件事情吧 埋藏在我心里很久了 就是 我有朋友嘛 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经常的时候之前我会问他 你是涂香水了吗 他说他没有 我相信他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不止一次 然后他都说没有 他就是想因为他爱干净 爱整洁 后来呢他找了一个男朋友 找到男朋友之后 他就跑去跟男朋友 就是 住在一起 嗯 嗯 当然只是单纯的住在一起 然后 嗯 但是因为他是这样 所以他的很多 他只是简单的把自己东西搬过去 并没有全部 这就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但是直到有一次他坐在我的旁边 我居然闻到臭味 嗯 嗯 就算不是香的 因为他一直都是香 那种很自然的香 就是所以 因为是这样 所以他引起我的注意 我会问他你是涂什么香水 这个香味很自然很好闻 嗯 嗯 其实他就是因为干净整齐而已 那么直到有一次我坐在他旁边 然后 那一瞬间我的心是 嗯 怎么说呢 是有点 嗯 嗯 被震了一下 我想就 怎么这个香香的女孩 很自然的香味的这个女孩 今天居然无闻的味 不好闻的味道 就是 人还是要把自己照顾好 千万不要说 哦 只是一段时间 或者是只是稍微的 嗯 简单化 但是 该干净整齐还是要的 就是 千万不要为了爱情 或者是为了什么 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 嗯 不好的样子 所以把自己照顾好 不只体现说 只是吃喝没有问题 而是说 整个人的状态 你照顾好自己整个的状态 永远都是 自己向上的 而不是 能够 而不因为任何人 然后把自己就是 嗯 整的就是 有点尾 对吧 嗯 至少你出门的时候 你身上有一种 嗯 就不用涂香水 都是 就你至少身上不难闻 嘛 对吧 就不难啊 对不对 所以 其实 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呢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心 不要被 外面一领就跑了 然后跑偏 不知道跑哪里去 对吧 加油 好 好 好